肩周炎患者在发作期间 应该尽量减少肩部的负重活动 避免提台重物 导致肩关节往下坠这种行为 这是肩周炎最基本的注意事项 第二,可以口服消炎症痛的药物 我们常用非载体消炎阵痛药物 比如分泌德 比如美洛西康 比如酸氯分酸钠等等 可以起到一个消炎阵痛的作用 第三要经常锻炼自己的肩关节 避免负重锻炼 我们可以选择的锻炼方式有爬墙运动 风柏荷叶这种甩手的运动 可以模拟洗澡搓背的这个浴巾 双手在后面互相搓动的这些动作 第四点我们要注意保暖 我们可以在肩部加一个薄薄的护垫 也可以贴一个软薄薄 尤其避免注意不要在空调房内对着冷风直接吹 或者让电风扇的风直接对着自己的肩关节 这样子吹下去 第五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 这样的一些中医治治疗方法 比如说爱揪 比如说刮痧 比如说按摩 比如说我们的敷膏药等等 都可以有效地缓解我们肩关节肩周炎的疼痛